大家好,我是墙子 今天要来买一点肥料 明天就要种田了 种店这个 一百八一百 一百八 像我这个八分店可以 可以送两季了 好 好 OK 走 OK 准备二十五年了吧 太阳太大了 等到下午六点钟的时候 我们就去把那个秧 先把它拔好 装桶里面去 这样子的话到第二天去拋的时候 它就没有那么那么湿 那个秧 先把它拔好 我们呢现在去 羊田里面啊 先把那个羊爬起来先 我舅妈已经在那里面拔了 然后我们现在过去 那为什么这个要要提前拔吗 因为它水分多啊 它比较粘啊 如果上次拔的话 它比较粘啊 比较粘手 不好拔 提前把它拔好 放在桶里面 一个晚上到第二天 它比较干的时候 没有那么粘手的时候 就好拔了 你看 这个羊 从那天撒下去的话 到现在啊 到十五天的时间 十七八公分才会 这种 最好拔的时候 太长的话就不好拔 好拔啊 以前 以前都是 那个柯道谷比较辛苦 现在的反过来 现在种田比较辛苦一点 柯道谷是最轻松的 柯道谷的话 人家收割去一下 到田里面 你去那里等 刀谷就是 都不像以前了 又要割 又要雕 又要打 不一样啦 时代 不再变化 以前我们 也是用 弯腰种了 我们现在都升级中 这种抛秧 也是很轻松了 还有看到很多地区 贵州啊 湖南啊 四川啊 那边 现在都还是用 还是用弯的腰种田的 有时候我在想 他们怎么 都不用拔羊 拔羊 多轻松啊 有的人还拉着线 轻松线的 我已经种田 弯腰的时候 拉着线 种种种 又拉线 下来 吧 王滑桑 原来每天欢喜 每天欢日 每个梦 誰願導致我一筆監督 回途看似一生 人與悲痛過往論 人的虎兵書少數 把帝號放在路邊這裡 等明天的時候 早上的時候 開山馬車來裝車就出發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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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